啊 你没有来这场音乐会的话 你可能从来不会珍惜到 你在现场听到的那些声音是什么 才能知道这些声音不是偶然 是音乐家们跟制造音乐厅的 这个乐器的建筑声学专家们 花了多少心血去堆积出来的结果 3月18号这场音乐会呢 因为大概没有人会在一个音乐会当中 听到好几种不一样的配置的可能性 我们会进行很多声响的实验 那我也再跟各位强调一次 我会故意犯错 而且这错误是台湾大部分的团体 都有可能犯的错误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呈现 或许你还是喜欢原来那个 大家传统的那个声音也说不定 但是我可以提供大家更多不一样的答案的 我们把每次的固定的填充体 变成一个选择体 我想第一个是表演者 那再来我也希望 例如说是学校的合唱老师 或者是乐团老师 那就算你去声语表演厅以外的场馆演出的时候 你会有不一样的声响上的一些意见跟想法 其实你如果做一些不一样的配置 你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的 你为什么不做做看呢 然后再来音乐学生 我当然希望一些舞台上的呈现 这舞台上的设定 这乐器摆哪里摆哪里摆 这舞台设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是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一般听众 我真的很希望 尤其我希望唱片名你来听听看 很多声音 如果很细的细节 你没非得在这种好的场馆 否则话你根本不能听得到 我像成品表演厅这么好的场馆 声响环境被控制到这么好的地步 所以我真的诚挚的希望 所有哀乐的朋友能够来听 这两场音乐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